好 而要說到沒贏就打包回家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氏族賽 昨天晚上八強巴西跟克魯埃西亞拼到PK 有些人就問了 怎麼內瑪爾沒有上場 記者吳宣同樣帶我們看看 巴西投牌內瑪爾的三度世界杯之旅 現在是爆汗而歸 而在首場比賽的時候 他的腳踝扭傷是在十六強的時候 又回到了隊伍繼續比賽 而他在首場的延長賽 其實在內瑪爾的勝門 一比零領先是有貢獻了一分得分的 但是也是為國家隊設進了七十七球 追平了比例並列歷史上的第一 但是後來卻遭到了斑平 被還沒上場的情況之下 巴西最後是二比四打包回家 而這也是史上的首度淘汰賽延長賽 先進球卻沒有晉級的隊伍 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這超強門神 利瓦科維奇 他在連兩場的PK賽 對抗日本以及巴西 都分別擋下了三球 以及一球 而且兩次都是勝利的 也是並列了氏族賽的第一名 而在正規賽的完成八次的鋪救 以及延長賽總共有三次 所以加起來是有十一次 而這也是創下了氏族賽 二零零二年以來的單場紀錄最高 好 那麼現在是知道四強賽的一個組合 是阿根廷對克魯埃西亞 那麼另外一個組合會是哪兩隊呢 接下來我們再次請宣童先分析一下 即將登場的另外兩場八強賽 好 卡拉世界杯足球賽八強進入了尾聲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將由葡萄牙對戰摩洛哥 那麼不得不提到的是葡萄牙的這一位拉穆斯 他在十六強的時候是取代了C羅的先發 讀進了三球 也成為最年輕的帽子戲法選手 而另外一位則是摩洛哥的超神門將伯努 他在PK戰的時候是擋下了西班牙的兩球 而且他憑藉著阿拉伯的主場優勢 不只自己的球技很強之外呢 其實他們整個隊伍也在這個球場 球迷的歡舞之下 讓他們聲勢是有大旗的 那麼另外在明天的凌晨三點的時候 則是有世界大戰在英國蘭以及法國 這兩戰也是相當有看頭 包含像是征戰兩屆士族十一場就進了九球 本屆已經進了五球的金學獎 大熱門法國新星穆巴佩 那麼再來提到的就是上一屆的金學獎得主凱恩 他則是在四戰的時候 他們進了十二球 只丟了兩球 一樣是表現相當的亮眼 而這也是士族史上 他們兩個國家兩度對戰 而過去其實都是英格蘭獲勝的 好 不知道會不會看到西羅跟梅西對戰 這兩位這次都是最後一次踢士族了 那麼誰可能是新的足球超級天王 請宣童帶我們看看 好 葡萄牙球王 C羅在本屆的世界盃其實是風波不斷 首先是小組賽的時候 先與南韓爆發了口角 接著又不滿教練的調度 所以被拔除先發 都把他推上了風口浪尖 甚至在過去愛爾蘭的傳奇名將 吉恩也說 其實C羅相當的任性 他從過去態度上就有問題 十幾年來都是這樣 但是他也強調了 他雖然有這樣子的態度問題 仍然沒有辦法去抹滅掉他對於球隊的貢獻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的球技 真的比其他人來得更卓越 以及葡萄牙的主帥呢 現在是用了機動性的球員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進展 而且也取代了C羅 他認為是做了正確的決定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相比於其他的球星來講的話 C羅他的年紀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麼除了C羅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是梅西 同樣是被點名是可能最後一次參加 這世界盃足球賽了 那麼有誰可以接棒他們呢 外媒就點名了這三個人 第一個是法國的天才星星 穆巴佩 他只有二十三歲 他靠著巧妙的步伐 以及卓越的速度以及冷靜的射門 而這些特質剛剛好也都是梅西 還有C羅最受讚譽之處 而另外一位是英格蘭的小將貝林漢姆 他憑著中場的載智力十足 也幫助英格蘭是前進了八強 而第三位是荷蘭的新星 加克伯 是本屆的士族 就已經有三次的進球了 而且他跟其他球星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他有跟其他明星球員 匹配的完美特質 加上他能敞開心胸去學習 相比於更多的知名球星來說 是比較謙虛的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進來因此為了保持好的 precisa詞維